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十六 之前分享過蠻多我的地圖給大家 都在粉絲團裡面 然後應該有非常多人在我的貼文底下 喊加一 應該蠻多人的 那我這次也做了非常多的整理 關於沖繩門島的景點還有美食 那我這次想要錄給大家一些 我對於Google地圖我怎麼使用 然後我怎麼做整理的 然後都在影片當中會一一跟大家多介紹 希望這個影片跟我的Google地圖 分享給大家之後 對於你們一些自助旅行還有行程規劃 會有一些小小的幫助 那另外這個地圖會一直持續更新給大家 然後如果你們有想要跟我交流 或是對於一些我遺漏的景點 或是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地方 你也可以直接在影片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社團 跟大家一起做交流 那如果你有看到影片 你想要得到這個 我的Google地圖的分享 你也可以到我的粉絲團 就是這一篇貼文底下 喊加一 就是留言加一 那我們就會私訊給你 把這整個資料的部分分享給你 我待會兒會先介紹 沖繩本島的 我整理的所有的資料 那後半段的部分我們會做一些 怎麼使用這個工具 來做一個客製化的地圖教學 如果它是比較適合初學者 就是你完全都不會使用這個工具 你可以依照我的方式 一個一個步驟做 然後做出你自己客製化的地圖 那大概是這樣子 就我們現在來錄製囉 好大家一拿到我的地圖分享 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這次沖繩景點的懶人包 大概有哪些分層 好第一個 我有先把所有免費的景點都列出來 總共有這些 還蠻多的 這些全部都是免費的 那 我會標示 它是屬於南部還是中部還是北部 然後是不是屬於親子的景點 就是適合親子去的 都會列在旁邊 那你點了 就可以看得到說 上面的這些資訊 除了免費景點還有沖繩的海灘 有很多人要去潛水啊 或是去玩水 你就可以依照各個海灘的部分先去做了解 然後還有逛街 北中南的逛街 有哪些好點可以逛 還有北部的景點 中部的景點 南部的景點 包括所有的 北中南的美食都在裡面 打開就有看到這麼多 耶 假設說你今天要規劃 行程的時候 你不想要看其他的圖層 你可以直接關掉 比如說我不想去海灘 我就把海灘關掉 然後我只想要留下 假設是北部的景點 那我就只要留北部就好了 那你的地圖就會變得非常乾淨 就是只有北部的 這些 好那拿到這些景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先看南部好了 好假設說我今天看到這個景點 我想要先了解它 我就點了這個景點 可以看到它裡面的 還有電話 還有參考的網址 那還有幫大家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介紹 就是在地圖的下方 有一個相片和影片 如果它有影片的話 我就會新增影片給大家 就是這是其他網友 或是部落客的影片介紹 或是照片 然後點了就可以觀看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欸這裡有什麼好玩 你有沒有興趣 好然後你覺得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景點標示起來 好那看這麼多景點啊 跟美食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要做一個比較 屬於自己就是客製化的專屬地圖 那我現在來教大家說 你拿到這個景點 然後你想要規劃的時候 你要怎麼善用這個工具 首先我們先到我的地圖 你就Google打我的地圖 進入 開始使用登入你的帳號 好那我的帳號是先長這個樣子 我們就新增一個地圖 空白的 那我先命名 好先命名好這個地圖 然後開始分類 通常我會先把 行程分成Day1 那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有些人會分景點啊 沒事等等 那我通常會 比如說我第一天的行程 大家有哪些 好Day1 我們就 我先把Day2也 一並建立上去 好建立好圖層 那我現在 比如說 我先排Day1的行程 那假如我想要去這個地方 我就先把景點名稱 或是它的詳細地址 佈置下來 然後在我的Google地圖上面搜尋 好標示出來了 那這時候我就 這邊有一個新增地圖 點進去 它就會排在你的圖層的下方 那這個圖層 它這個景點的部分 是可以被托移的 好可以了 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跟圖式 好那因為它的資訊的部分 還是空白的 你就可以去複製 我幫你們整理的 說明 點一下編輯 貼上 儲存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還可以再把 圖片 它的相關圖片或影片 給建立進去 點一下這個相機 然後按YouTube搜尋 搜尋它 那你覺得這個影片比較好 你就選取它 在這邊就可以出現了 這邊會有刪除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這個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按刪除 然後或是再新增別的圖片或影片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 如果你已經全部都做好了 這個景點就可以按圖層 就完成了 好那我們再新增別的景點 好假設說 我要去賴長島 一樣搜尋 然後新增地圖 然後複製 就是 所有的說明 免一下編輯 按主張 那我如果我的樣式 和顏色想要改變 我這邊有快捷鍵可以做改變 好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或是我也想要 然後再新增一個圖片 按google圖片 然後做頭數 儲存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你看我把google地圖 縮小 好我的 一個點一個景點在這裡 一個景點在這裡 好那這次沒有在 教大家怎麼如何去排沖繩的行程 只是教大家說 怎麼去使用這個地圖的工具 你可以自己去看說距離大概有多遠 車程大概有多長 然後去安排你的行程規劃 好所以你Day1 Day2的部分 你都可以自己排 那這就是屬於你自己專屬 個人的客製化地圖 然後你可以去善用你的顏色阿 圖示阿 或是新增影片照片這些小工具 我覺得使用起來蠻方便的 所以如果以後不管你去哪個國家 或是你在台灣旅遊 你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我覺得這個地圖最方便的工具 就是在於你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做分享 像出國可能不會只有一個人去嘛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可能三五個好朋友 要一起去 想要一起討論規劃行程 跟比如說我們要去哪裡吃阿 住哪裡阿 然後去哪裡玩 那你就可以把我們可以一起去編輯這個地圖 然後整個都編輯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分享 給你想要分享的人 那這邊通常是只有你自己嘛 像這邊我就是擁有著 那我可以變更 好開啟任何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然後你分享給他你可以選擇他的權限 是可以檢視還是可以編輯 那如果說大家要一起編輯的話 當然你就要點選這個 可以編輯然後按主存 好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完成 你可以複製這個連結 給自己的好朋友 然後完成 或是你也可以輸入他的電子郵件 傳送給他 就可以了 是不是超方便啦 是不是超方便啦